欢迎收听咪咪之音 我是大咪还有咪妈 今天故事车环岛到了台南麻豆 麻豆我们来是当麻豆的 当然不是 麻豆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就知道我们来干嘛了 我们拜访的农夫是干嘛的 就是好像这样就缺乏创意 我们今天的主角 如果有人说 哦你做麻豆啊 那你们就那里就是缺那个 就是文丹 你不想要吓吓他们吗 说就讲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不会啊 因为我们觉得做麻豆文丹很骄傲 所以都会大声的跟人家讲 可是这别人都知道啦 比如说你介绍你的麻豆的话 你会有一个什么slogan或什么吗 就说出来还是可以吓人家一下 这句话我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 好像没想过 只是我们一直觉得很骄傲我们住在麻豆 有啦 你5012又意思 光是这个我都很想搞懂 我们要先那个还是认真的说一下 说话的这位 相信很有雌性 长相也超级帅气的 米妈看了都觉得 OK我不能再出卖米妈了 米妈反正就是很欣赏很欣赏这位帅 帅果农 就是叫做家汉 家汉是5012又意思 柚子的又 是 又意思的负责人 果园的负责人 那先说5012又意思的意义好了 对有来 对其实5012是两个数字的组成 50是一个数字 然后12是一个数字 50是指我们家 那我是第三代嘛 所以是在阿嬷在50年前 种下第一棵果树 所以我们家的果树是 最老的是50几年的一个 的一个年资 那12呢 12是指12分的甜度 就比方说 文旦一二如果有12分的甜度 就是一个品质的保证 风味很好 然后也是12分的感谢 所以我们是5012 等一下你都超出了你知道吗 甜度通常我们几分 甜不是顶多就10分 就满分了 甜度怎么会有到12分 我对甜度不够了解 你先机会教育我一下 好那像比如说 比较甜的水果像哈密瓜 它可以到19度甚至20度 原来那种甜已经19了 是是是 那像文旦的话 其实大概从9度10度开始都有 那如果说可以有12度的甜度 就表示其实它的风味都很不错了 对也不用过甜 所以12度的文旦柚子这个 在业界 算是普遍的吗 还是稀有的 算普遍的 因为现在农业的技术其实 大家很进步 对那你要更甜的也有 我吃过15 6度 17 8度的还是有 大家都在追求那个非常甜的阶段吗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 也会陷入这样的矛盾 就是说我们 假设我们像我这样的操作手法 我们用有机肥 然后我们又刻意去吹甜 那我们的风味 甜度大概就11到12度 其实你在麻豆你不算强 就我们这样的甜度真的不算强 因为你要上13 4度的 你要比赛得名 至少要13 4度以上 可是这就必须要用更多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对对对 吹甜 对对对 那可以说一下一般吹甜是怎么吹的 吹下去 吹下去 大部分还是化学肥料啦 因为 因为其实我们在农物上面 我们可以判断出果树它缺乏什么东西 就跟我们人一样 你缺乏维他命A维他命B 它会展现不同的状况告诉你 但是假设你不用化学肥料的话 其实有机肥它比较没有办法 萃取出单一个元素的的补充 对所以大部分的果农 它可能在中后期 它就是补高磷甲的肥料 美肥 对那这大部分都是只能透过 化学的方式来萃取 那其实 我们讲化学的方式 其实也不一定是说 你什么化学肥料就不好 那只是说 因为像我自己 尤其今年 我今年也有 刚好有朋友拿了花莲的文旦 跟豆溜的文旦 我吃到我是自己都吓一跳 太甜了吗 真的很甜 甜度大概都到十五六度 你就会发现 如果以甜度来讲 我觉得它们真的很强 对然后我就想说 对啊 我十二度 然后我们的果实实际上 笙笙笛笛 可是如果不熟悉的消费者 两颗一笔 我觉得还是大部分还是八九成 会喜欢这种非常甜的 对 对 所以这有时候这是农业上 我们实际也会遇到的一个真实的状况 嗯嗯嗯 但如果因为你坚持的农法的话 它能够得到的最自然 最美好的收成的状态就是十二度十一度的话 其实那应该就最完美的样子了 不需要再去不要再强迫它 还要更甜的给你 没错没错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很直接的跟 跟新的客户讲 嗯 就有时候他们说啊你们家的柚子甜不甜 那我说假设你喜欢非常甜的 那我们家肯定不适合你 嗯嗯 因为我们家的果实就是会 声声嘀嘀 嗯 绝对不会有爆甜的状况出现 嗯嗯 对所以我们只会 等于是我们经营的也是喜欢我们这样风味的一个朋友跟客户 嗯嗯 十二度甜 嗯 你说这还算是比较普遍的 尤其在麻豆 但是难得的是五十年的老藏 是 所以五零一二里面 珍贵的是尤其五零的这个数字 是是是 老藏 当然听起来就是他一定要年姿要够长 那五十在在柚子的年纪来讲 他算是哪个 哪个阶段 他已经算是 嗯 以我们的人的年纪来讲 差不多已经走到了 壮年的末 比较末期了 哦 对对对 因为平时 一般的果树 假设你照顾的好的话 大概五六十年 就已经会比例相对的少了 嗯 那尤其有时候如果说 像我们见过他化学肥料 使用的非常的严重的 甚至有的二三十年就数次就会 很快的就因为你等于是消耗他的能量嘛 嗯 所以他可能二三十年就会死掉 嗯 对对对 那这样子你的老长感觉你的这个果园的生命好像 已经到了 对啊 听起来他们通常年纪不大啊 对对对 可是你是用有像耕作的方式的话 是 他就寿命会延长 是 所以所以所以其实我比较在乎的就是说 因为因为我想要追求的不是 多好吃多甜对我来讲 嗯 因为我是第三代 所以尤其这几年我慢慢慢慢懂了之后 我我想要的表现的是说 我们如何延续一个果园的一个生命 嗯 那或许五十年的果树它还是会 衰老还是会死掉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一个过程 那当然我们会一直会有栽种一些新的子栽下去做替补 那因此我们我比较重视的就是说 其实就就跟人一样 你给他吃天然的 然后你也不用过度的去消耗他 嗯 让他长多少我们就收多少 对那我会觉得自然反而是自然的状况 他就能够走得长 嗯 而远 对对 所以当他虽然说听起来年纪是大的而且是壮年 但是他产出来的那个果实 越老是越好吗 所以被标榜老脏 是是是 是这样啊 整个应该算 台湾的水果文旦算很特殊 就是一般像我们买西瓜 可能需要大的 嗯 对不对 花点西瓜就是要大颗才会才会好吃 可是文旦这个柑橘类呢 它比较特别 它是越小颗 它的风味会越好 果肉越细致 哦 对 嘿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挑的时候应该挑小一点吗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去菜市场看 有时候一颗二十块 你会觉得哇 这么大一颗二十块 嗯嗯 然后有时候那些 那些好的果实 一颗它可能只有它的一半重量 可是它一颗是五十块 哦 所以你如果用重量 去换算它的价差 你会发现哇怎么差这么多 嗯嗯 因为麻豆文旦大颗的 它的风味啊 跟品质确实是 绝对比不上 跟不上这个 小颗的果实 嗯嗯嗯嗯嗯 你回来老家 呃台南麻豆这边接了家里的产业嘛 是 可以这么说 那 但你自己也是在外头工作过 就是外头的职场经历过 你即使这样子你回到家乡来 你还是在果园里面算是超级年轻的一个果农 是吧 是 我 呃 我去年自己刚好也发现啊 就是我算了一下 我两边 我右边果园跟我左边果园的 的工作伙伴 他等於算我同事嘛 右边是我阿伯 同事 对对对 因为就是本身都是亲戚嘛 右边是阿伯跟阿恩嘛 两个人加起来是一百四十二岁 啊 然后左边是杰公 杰公跟金婆呢 加起来是一百六十二岁 啊 然后突然间 然后我算了一下我那一天 我们的组合 我是三十 去年是三十七岁嘛 然后我加了一个八十二岁的 我请了一个八十二岁的一个 啊那个奶奶来帮我协助我工作 嗯 所以我八十二岁加三十六岁 我一除 才发现 诶 我还是很年轻啊 诶 不对不对 人家说 呃 那个聘用童工是很违反 你这个聘用老公 这样对吗 八十二岁还 还被请 对所以 所以其实 我我 我去年在自己的脸书也PO了这篇文章 我说你看这么年纪这么大的工作者 在他们的眼中 在他们生命里面没有退休这两个字 嗯哼 那我们很多在市区也好 在外面打拼的人 他想说我一辈子 努力赚钱 我要四十岁就退休 嗯 我要五十岁就退休 那我突然间想要说 对啊 那你退休要干嘛 嗯哼 那我们能不能像隔壁的阿伯 跟结公 你看八十二岁了 然后他每天还是在果园工作 那是他的生活 嗯 然后对他来讲 就是他的一辈子 他很喜欢做 而且他也一直在做的事情 或许 外界你会觉得很辛苦 嗯 对我们的 假设我们是他的 嗯 孙子 我们会觉得 阿公你不要再责 很心疼啊 对对对 可是对 对这些果农来讲 会觉得很棒 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 愿意做的事情 嗯哼 对对对 他们有没有另一个先生 是觉得很羡慕你们家 你这么年轻的 下一代回来帮忙 还是 我我自己觉得 没有不好意思直接问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 因为毕竟 像妈妈这几年 我就慢慢让他退居幕后了 嗯 对 他第一线的工作就由我来接受 嗯 那我们的努力也会有成长 嗯 所以其实是这些阿伯 结工他们也看得到 我再好奇一下那个挑战 你跟这些同事啊 是 隔壁果园的同事 年纪落差非常大的同事 一来是年纪落差 然后观念上的代沟 再来是你种植的农法 是 跟他们是不是也都不同 会有 对对对 那你回来五年了吗 是 那那个冲击很严重的时候 通常是哪些状况 嗯 嗯 应该 可是因为大家都算熟识啦 所以 忍住不骂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骂我 所以他们会念我妈 哦 比如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害你妈 对对对 哈哈 因为像我们自己在 果园工作的时候 我们做草参栽培 欸对我们年轻这一辈是一个很简单 草参栽培 是是是 OK 对因为 你到我们的果园一看你会觉得哇怎么整个果园好像杂草参栽培 嗯 那其实我们做草参栽培是在涵养地利 嗯 草等于是大地的一个外套 嗯 它可以做温度的调节 它可以做水分的控制 嗯 可是到老一辈的想法里面 他们完全不能接受 你就是变大都不除草嘛 对对 所以 营养都被草吃掉了 没错没错 所以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今年 结公还是念了我妈 哈哈哈哈 你也叫你们这人 因为我的草还是会蔓延到他的田边 会造成他的些许的困扰 哦 诶 那怎样就不理 不理会这同事的埋怨吗 没没没没没 我们还是要做好东西木林的工作 所以其实 我们年轻这一辈回来 我们可以在一些 网路上啊 一些讯息上协助这些长辈 嗯 怎么协助 那比如说我们有做产销履历 做几元谱 做一些认证的时候 他们不会电脑的操作 哦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这些工作 全部直接承担起来 嗯 对你们只要把 你们做的田间管理 你用书面的给我 嗯 我就帮你去做表单的书 嗯 我就帮你上传 去帮你做这些 这些动作 嗯嗯 但在你的收成售价上 会不会也比这个同事 隔壁同事还会好 价格好一些 嗯 应该要会的不是吗 价格差不多 我们并没有因为 真的啊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量大 所以我还是习惯 我想要服务的是 社会中间这一群的 普罗大众的消费者 嗯 对因为我会觉得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嗯 所以你对金字塔非常顶端的 并不是我们的品质不好 嗯 而是我也觉得你一斤要卖 两百三百 然后去服务那一个区块的人 那不是我 呃 我最想做的那一件事 嗯 反而我觉得我一台斤六十块五十块 大家都吃得到 然后是平价 因为我觉得水果是一个日常生活用品 对 嗯 应该是平易而近人 然后大家都可以吃得到 嗯 对我来讲才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而且你对于所谓的水果里面 特别是自己家里呃 呃经营的柚子园 你对柚子的感情又特别不一样哦 好像我我刚刚在事前我们这样聊天 尤其说柚子它又是属于中秋节很应景的一种水果 是是 你自己从小就在柚子园里面长大啊 跟着大人做农农物啊什么的 那种辛苦没有影响到你觉得啊 柚子不就那么一回事吗 我们通常人都是会紧扭起身啊 是是 接近庙就根本不鸟这个神明 都吓死了 不鸟这个神明有没有 对对对 对啊可是你怎么会这么特别 你还是反而对柚子那个感情那么浓郁浓厚 也也真的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从小吧 而且又是长子啦 所以我从小自己心里面就觉得 这早晚是我要去承接的工作 或许是找自己心里就有做心理准备 那因此 当我真的回来接之后 一开始从小看到大 可是我发现我还是很惨 我都知道什么时间大概做什么事 可是我们不了解 它的背后的原理跟逻辑 所以也从这些长辈的学习当中 跟长辈学习 还是我们去上课 然后你慢慢认识了 哦原来马多文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水果 在台湾 甚至像现在大陆的需求也是很大 因为我们真的很特别 不管是节气的需求 还是我们的风味 然后因此 当你更认识它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哇它其实还有五远佛界 可以让我们去投入跟发挥的空间 对 有到五远佛界吗 你这个 你又不会太会行销了 你来五远几个来听听看 好那你看哦 我们讲最简单的 我们去 去贵妇超市好了 你可以轻易的买到日本的柚子胡椒盐 柚子胡椒盐 啊有 有啊对不对 然后 可是你知道日本的柚子多难吃吗 不知道 对我们吃过 它的风味真的是不好 可是它的柚子胡椒盐 然后像韩国的柚子酱 诶有很多 很多 现在几乎全台湾的这些 餐饮店他们使用的柚子酱都是韩国的 嗯 然后韩国它纬度那么高 它有生产柚子吗 对耶 它根本连柚子树可能都种不活 嗯 对所以你看日本的柚子胡椒盐 韩国的柚子果酱 那台湾的文旦这么强 嗯 可是没有人做这些东西啊 嗯 对 为什么 嗯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第一 它的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算高 所以我们直接卖鲜果 所以普遍农民的收益就还算可以接受 日子就可以过了 对对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也就是 也就是说 我们在台南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境 我把台南归类为生产型的农业 嗯 因为台南的气候温度比较适宜 以稻米来讲我们可以两期嘛 嗯 如果跟宜蘭比 我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台南都偏重于生产 你只要把生产做好 把产量做大 你自然就能够有适当的收入 那因此 所以在农业的这个区块 在台南你比较难看到 比如说我们做观光 对 我们做餐饮的结合 嗯 甚至我们做一个教育农场的一个 一个方式 嗯 这个区块是少的 嗯 所以我说文旦对我们来讲 我想要让台湾也好 像是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麻豆文旦它除了好吃之外 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 整个地方麻豆这四万五千多个人的 生活 嗯 这个城市是因为这个产业而在运转 嗯 所以你来到麻豆 为什么麻豆要吃花粿 为什么麻豆早上有卖自助餐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天里 太腰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早上我也不喜欢吃汉堡加吐司 哦 对 因为你早上你到天里工作 你还是渴望有一个热热的汤 嗯 跟一碗很扎实的米饭 嗯 或是一碗面 对那才能够满足 欸我们要去做 面对这样农务工作的时候的一个 早餐的一个营养 嗯 嗯 欸家翰我听你这样子描述的这个农村的气氛 好像听起来真的麻豆变得不一样了 嗯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产业都会有它独特的一个面向 嗯 那麻豆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整个麻豆真的是因为文旦的运转 嗯 所以假设说我们以台南邻近的雪甲地区好了 雪甲地区它的物产本身就 就它的地形比较特殊 它缺水 所以它只能种一些叫做干谷类 比如说玉米啊或是黑豆 可是它的栽种面积又大不起来 嗯 因为不容易栽种 所以它就比较难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 嗯 那麻豆之所以会很特别就是 这个整个地区包含整个麻豆周边 文旦种植的面积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麻豆文旦是行销整个台湾 甚至现在外销到大陆去 所以这些人真的是依靠这个产业在生活 嗯 所以你到了 嗯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 其实麻豆文旦 那大部分可能都是家族在一起在种植 那平常是老爸爸他自己在管理 可是每到了采收的时候呢 不管你离家多远 嗯 一通电话你就要从台北请假回来 哦 对家里老小全部都回来一起采收 一起帮忙出货 嗯 所以我说麻豆周边的这些工厂也好 这些老板也很倒霉 每到产季大家都在请特休跟休假 哦 对所以麻豆文旦他除了真的可以吃之外 那麻豆人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家庭的凝聚力也很特别 嗯 嗯 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大小小都回来 嗯 对从国小国中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时候是暑假 对所以是一整个家庭 一个家族的人一起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嗯 所以我觉得自然他就会形成一个 比较强烈而且比较特殊的一个 情感的连结吧 或是衣服 就会不一样 你说那么不管多小 呃都要此时就瞬间移动回来自己的老家 一定要帮忙有那个采收就对 是 那你们家自己呢 你的职场跟家是同样在这个区域里面的 是是 那你自己家里也有童工 有 对不对 两个小的 两个姐姐 两个姐姐 然后一个奶蛙 是 才一两岁而已 对 那这么小的年纪可见 其实就是你回来之后 大概你也像是个奶爸一样 嗯 一边务农 然后一边也带小孩 对啊对 那对于这种跟以前职场生活 有那么大不一样哦 呃家就是工作工作也就在家 嗯 你很喜欢这样子的结合吗 我个人非常喜欢 所以我都说这是辛苦的幸福的 啊 啊 当然是很辛苦啦 就是有时候你你 白 我说现在农夫比较忙 白天在田里工作 那晚上啊 因为跟家庭近 当然自然要负责家里的工作 甚至我们有时候 网路上做一些脸书的经营啊 嗯 或是跟跟顾客做个互动 工作很多 可是当你发现 哎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妈妈也好 太太还有孩子就在我们的身边 嗯 嗯 那你虽然辛苦 像上前两周 忙着出货的时候 他虽然就在家里面 可是我 只能大概到了十一二点 嗯 然后孩子睡了之后才去床上 啊就 偷偷亲一下姐姐跟妹妹 嗯 可是你还是会觉得 还好我是在家里 嗯 那如果说我今年 我今天是在台北 我在外地打拼的时候 你连 晚上跟他们亲个额头的机会 都都没有 嗯 不要再说 你这样会戳中很多人的伤心处 对对对对对 或许这因为自己也离家过啦 所以就变成 你会觉得很辛苦 然后可是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 说真的哦 你从事友善种植文旦这样的产业 然后五年了下来 你得到什么占有没有 你自己在这个领域 然后因为你的年龄层 毕竟是年轻的 那在这个战场 他毕竟还是可以算是个战场 是是 你有没有 呃 自己耕耘出其他的战友 有有有 所以所以比较 其实刚回来前一年 非常的低落 那一年最低落 因为你回来 你会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有很多的问题 可是当你去找长辈的时候 你发现你 我回来找不到人可以对话 嗯 可以询问 可以寻求到帮助 因为农村bub 他还是比较封闭的 他怕你竞争到他的市场 对他有些 他也不愿意跟你讲 所以这是我刚回来 我自己深刻遇到的问题 那因此 当我自己这样走过了五年时间 其实在农村算很短 可是还是有累积一些 我自己的想法跟经验 那当我遇到新的农友 尤其是比我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 对 我更愿意跟他分享 因为我也觉得 农村未来 其实要靠的是 我们这一代 甚至比我们年轻那一代的 嗯 这些年轻人 长辈很重要 可是长辈他们已经 应该是这么讲 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七八十岁了 我会觉得 不需要再做太大的改变 让你们开心的 完成你们心目中的 务农的方式 嗯 那我们台湾农业的 未来的希望 我一直觉得 应该是寄托在 后面的这些年轻人 甚至是像 我们家的 两岁的弟弟 啊 对 我带着你玩 带着你认识 然后 从不排斥开始嘛 嗯 或许有一天 等我八十岁的时候 就是换弟弟接手的时间 嗯 那也希望 他们可以有一个正向 而且能够了解 原来农业 不是以前所看到的 不是不悲情 农业不是悲情 不是辛苦 不是那么的弱势的一个工作 嗯 农业是一个 每个人 一天三餐 甚至你的生命当中 你离不开的一个产业 嗯 对对对 所以 先生在 刚刚虽然你说 你隔壁的那个 同事年龄 年龄都已经多大了 是 但好显现在听到了 另外一个好消息 是 哦 还是有年轻的回来啦 有有有 是是是 那 那在这里 就像你 我们一见面到现在 你让我感觉的一样 就是 以文旦 以麻豆人为荣 是 以家里重文旦为荣 哈哈哈哈 微骄傲啊 微骄傲啊 对对对对 那这个意思是说 曾经 你感受到 有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时候 嗯 会 因为 因为 其实这几年你会发现 就是 普遍的这些长辈 他们接受 新讯息的 改变的能力太慢 甚至不愿意改变 我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就是 农改厂 台南农改厂 在麻豆文旦推 草生栽培这件事情 推了十年了 应该超过十年了 哦 对 然后根据统计 现在只有不到10%的农友 在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等于是你推一年 就增加1% 嗯 那 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部 整个麻豆都做草生栽培 那表示 我们还有90年的 时间 可是 对我们年轻人来讲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而且又是对的事情 嗯 对啊 那为什么长辈 他们没有办法去 去接受 那到底难在哪 为什么 而且好像也没有太影响到产量嘛 对 对对 所以他们这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改变了 哦 因为他习惯 我习惯用这样的方式 我习惯用这个肥料 嗯 对 可是那个有关于化肥啊 这些东西 它对于土壤的影响 还有对于健康的影响 都这个地方算是很成熟的一个观念跟想法 嗯 可是追求甜度的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 这个问题很难打开 嗯 因为普遍的消费者 还是认为甜 它的风味就是好 嗯 对 哦 这是画像等号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慢慢改变中了 对 自己真的是没有亲临现场 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事情 原来我的那个假象一直都活在假象 因为你要想哦 那个文旦啊 或是柳丁啊 橘子 它都是柑橘类的 柑橘类它本身水果的风味就是会酸酸的 嗯 所以你如果吃到完全不酸的橘子好了 应该也会觉得很奇怪吧 嗯 或许不懂的人觉得它好厉害 很好吃 嗯 可是当我们在这个产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 我们家的这样做 可是它会酸 为什么它完全不酸 嗯 为什么它的甜度会这么高 当然我们没有看到它怎么操作 所以但是我们会打一个问号 就会说哎 怎么会有不同的一个风味 或许它真的很强 嗯 对 也或许 对 但是毕竟真的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最后我想到了那个三坑村的阿强 哈哈 就是他他在那个活以肆虐的去种水稻 是 那又是用友善耕作 所以那个收成量 不好 非常的少 那 他说呢 他跟他因为做友善耕作之后 认识了很多就大家同 相同理念的朋友 那喜欢聚在一起 类似红酒的盲饮 他们是盲吃 嗯嗯嗯 就是蒙着眼睛 然后去吃所有的农粥 或者是水果啊 农粥的味道 然后去尝尝看 好吃 然后它可能是用什么农法 不好吃 嗯嗯 那又不好吃到什么程度 可能是用什么农法 那到目前为止 他们最最常得到的教训就是 最好吃的还是给最多要的 是 这这我也得承认啊 你也会盲饮是不是 没有就是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这样摸索下来 你会发现 你真的要很甜的 你要用自然的这些肥料 真的有困难 嗯 或许我们的技术还不够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或许我们真的经验还不足 嗯 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 或许我们用天然的肥料 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嗯 但是至少现在我们追不到 嗯 对那当我们发现它的文蛋的甜度 这么高的时候 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的震惊啊 嗯 但是对我来讲我 我喜欢酸中带甜的一个文蛋风味 嗯 可是对消费者来讲呢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极致的问题 嗯 嗯 那最后说说看你自己的追求 因为听起来你是很很有心想要再往这个文蛋的 不管是它背后的故事啊 它的文化 然后或者是它的生产的研发 是 你都很有心继续往里头钻的 是啊是啊 为什么这么有热情呢 这么有热情 因为 因为麻豆文蛋它始终是生产 所以 我可以做的事情还非常非常的多 哦就刚刚说的哦 对 无远弗戒是吧 对对对对 目前虽然说麻豆以文蛋文明 可是它一直都还只是停止在生产而已 在生产而已 是 它能够做的事情还很多 对对对对 有我记得了你说的了 三月份要来看麻豆文蛋花 是 文蛋树开花 好这个时候呢 我一定要在这里非得开一张支票不行 就到时候 如果要来看文蛋花非得带米妈来 没错 因为佳汉已经说她会盯场 不可以 不可以今天环岛带米妈来 然后赏花的时候不带她来 没有带米妈 没错没错 那个妈妈 我们接下来哦 要考验一下佳汉的台语 其实要考的应该是听众啦 佳汉的台语太溜了 你说台语很厉的 还好啦 刚才 差不多差不多 刚才我们在在要开录之前 其实全部都是用台语聊天 是是 以你三十几岁这个年轻人的族群 能够台语说得这么棒 我在赞美你也是在赞美我自己 是 算说我们都是美败的就对 是是是 所以现在哦 和米妈跟你忙开工 好啊好 都用台语交流 OK 没问题 虽然说米妈也会说国技 要不过我们这座的环岛 我们最接发生的事情就是互相提醒 我会提醒她说 妈妈说台语就好 妈妈会提醒我说 大米你说国技就好 是 我都不认识 妈妈 你能够用你的台语交流 好 谢谢 哈哈 那个米妈当机 不要紧,买了我来 今天哦 听到你这样说 简单说 我刚才听到你说 国外的油 国国土的油 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 麻豆的 麻豆的 大米 问你说 是怎样 我们 我们就没做那些东西 没做那些 加工的东西 做加工 或是说没出去 我简单说一句 就是说 我们麻豆 我们这些出生地 我们这些油 好吃到就是说 切切都不够了 还有给它拍拌 是是是 是 生吃就不够了 还有 还有的 做加工品 做加工 做加工 还去晒干 对不对 是是 风干 没那些东西 对对对 还来说 可以听你分析这么多 真的是 现在可以说 买到你 这么年轻的 要回家吃也好 要经营也好 真的是很难得 很少 我也没年轻 竟然要四十回 哈哈 三十八回 是是 尤其是 尤其是 你又是 一个中泡塞 在外面 犯法多次 又回来接 这又更不简单 还来说 你不知道是要接下去 你又要带动 经营 我们的 食健康 商品 单纯 不知道要带动 也要带动 我们的政策 带动 我们这个 判断 可以说 我们的商品 都来做到 我给他 每个 每个 台湾 水果 很大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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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 真的 很欠佩 不不不不 今天 我开了眼界 开了眼界 开了眼界 米米 咪咪咪咪咪咪 不是要把芋若 但是是真的要芋若 這句的邏輯是什麼你能解釋這個 重點就是要芋若啦 尤其像咪咪咪這樣 真的這樣為台北 為藝人要走來吃 然後 我也很高興說 可以為這裡學習到不同的東西 尤其 尤其我比較三十八歲嘛 咪咪一定六十 六十七 六十八了嘛 對 我們要像咪咪這樣 走到這個年紀 我們也要保持前進 對我來說是這樣 這是一個精神 對對對 這是我愛學習的地方 這就是在這裡 大家要來跟 加漢 學習精神 跟那個 風向人生的 那個目標的 這個 我看我們不能夠繼續 給上芋若 是一定在周記 不然那十八香送下去 沒完沒了 是是是 有有人跟我熟話差 你馬上知道我要幹嘛 就是加漢的 是太太 漂亮的 那個少婦 其實這走在街上 就是辣媽一個啊 我不太懂 為什麼要嫁給果農 啊不是啦 不是這個意思 哈哈哈 你 我現在很愛問人說 那個 很辛苦的果農 辛苦賓的 那個女人說 你當初要嫁 你敢知道要做菜 還是要種水果 其實那時候沒有想這麼多 嗯 對啊 所以 是說後悔是一定有的 也沒有後悔啦 就是 也是跟著他這樣子做 嗯哼 對啊 那就真的是覺得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比較 也我家裡也是比較傳統 所以會覺得說 啊就是先生做什麼 我們就是跟著做什麼 你是在講 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這件事嗎 不會傳統成這樣吧 沒有啦就是 可是我覺得我還 因為 被他帶的 我其實也 能夠一直 真的是可以這樣 一直前進啊 他 想法也可以一直改變 哇你講這 我要起雞皮疙瘩喔 通常 有這麼 情色和名的 沒有啦 就是其實也是 帶著前進 對啊 因為其實有很多 我會 不敢去做的事情 嗯 我沒有想要去做 其實是 其實是他鼓勵我 然後 然後 帶著我 真的這樣子走的 例如什麼事啊 例如啊 帶著你亂衝 亂衝 沒有啦 就是 欸比較深 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 我們真的 我們兩個 騎腳踏車 從這裡 然後騎到 關子嶺 關子嶺是一個 很深深的地方 我們是在 我們住在麻豆 然後騎到關子嶺 當天就是 早上出發 然後晚上回來 當天的來回 你覺得他不是想害你齁 哈哈 沒有 我就真的騎出去 你自己也想 那時候其實 當然你要出去之前 之前也有做過一段的訓練 哦 對 然後就是也 每天有去跑步啦 然後短暫的騎車啊 然後 然後 我覺得也是給自己那種 你真的 坐了騎了 然後你會發現 其實自己也有那種 不輸的那種 嗯 那種 想法吧 嗯 你真的騎了之後 然後 就快到 快到之前 他就想說還是 因為我們真的騎不動 騎到最後 那個 整個 你會覺得沒有 真的真的是 你會覺得我自己是很狼狽的 對啊 對啊 然後可是 他就說還是 我們不要騎了 因為騎到最後 真的是連腳踏車都是用牽 因為 他是一直都有上坡 爬坡 對 然後 牽到你會覺得怎麼連 牽的時候 連腳踏車都會這麼的 重 你根本就想要 整個人丟了 然後 不要管他了 可是 那時候我自己 我自己當下是 是想說 啊不管怎麼樣 我已經騎到這裡了 然後你如果叫人家來站 我就會很丟臉 然後 我就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要上去 泡個溫泉之後 我再騎回來 腳踏車 還是要騎回來啊 對啊 不是說 莊仔再卡車回來 回來就省掉啦 我們那一趟是 騎出去 騎到館子裡 然後泡完溫泉之後 又再騎回來 啊 我真的覺得 你老公 在做一個 非常有效果的 心理訓練 就讓你回到果園 勿農的時候 伸強體重 而且 感覺都輕鬆起來了 是嗎 真的 你 心機懲腐太重了 沒有 可是我覺得也是 真的自己 內心會有那種 不舒服的想法 就覺得說 我想要 我想要做到 嗯 對 好強 後悔了吧 不會後悔 你會覺得 其實 可是這是真的 到現在 你會覺得 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那天回來之後 真的 不會吃飯啊 呵呵呵 等一下 那時候是沒有農忙 對不對 那時候還沒有小孩 哦 哦 這有關鍵字出現 對 那時候還沒有小孩 有小孩之後啊 又 然後每一年都農忙 是不是很久沒有帶你出去玩了 其實並沒有 我們 很常出去玩 我們還很常帶著小孩子出去玩 哦 呃 有小孩之前 我們還會去爬山 嗯 也是一樣跟著婆婆 然後一起去 就她帶著我們 這樣子一起去爬山 嗯 那有小孩之後 其實變成 我們玩樂的性子會跟著小孩子 嗯 就是配合著他們 可能帶他們去 呃 那個 兒童樂園啊 遊樂 遊樂設施的地方啊 就是會比較會 跟著小孩 就是配合小孩這樣子 欸我突然出現一個畫面 你們兩個要是 帶著小孩啊 然後出遊的時候 如果不提你們的是 果農的身份的話 就超時尚的一對夫妻啊 一個家庭啊 就是男的 就是酷的像Rocker 然後女生很辣 可是呢 你會說 哦 欸你們在哪裡高就 種柚子 哭屁了是不是 就是 這就是那個 家漢追求的吧 就是創造那個 農村新風貌這樣子 就是一個反差的感覺 反差 追求反差 是是是 就是也想要告訴大家說 就是 農夫 欸 所以像我有時候外出 冬天我就會習慣穿長襯衫 那 因為想說 對啊農夫幹嘛出去 就一定要很low 那我穿長襯衫 也不是什麼名牌 可是你只要稍微 整理打理一下 至少人家會覺得 哇 看起來舒服 可是問你是什麼職業的時候 大家都會嚇一跳 然後反而你自己也會覺得 有點小小的驕傲 在心裡面 就是你們不懂了吧 對對對 我真的好榮幸 好開心認識這麼時尚的果農夫妻 欸 那個想聊的還很多 但是 夜已深 我們就坐在你們家的露台 透天錯的露台 然後能夠在台南 麻豆這個地方 現在是正直燈隔熱的高峰期 在這裡是覺得 就在幸福不過 根本不用擔心蚊子不蚊子的 而且柚子皮是不是屈蚊 是 沒錯 天啊 你真的可以開發的 還有柚子那個蚊香片啦 蚊香片 剛剛在講的周邊的商品 蚊香片 還有柚子花這麼香 很多很多 對對對 好好好 我們等著囉 我們等著5012 應該這以後也就會成為你的相關品牌 對不對 也歡迎大家可以一起來盯住這一對時尚果農夫妻 看看他剛剛有沒有那些話都說到做到 有我們真的是農夫 真的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大米 謝謝米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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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